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播出 关于你和你的家庭建立病毒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李之乐 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有 金正恩对中国进行为提四天的非正式访问 国会三读通过明线测试期限 正式延长到5年 今天的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 珍爱生命复活节出行切记安全第一 防卫还是过度使用武力 女警用肘部猛击抗议者引争议 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3月25日至28日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中国进行 非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习近平与金正恩举行会谈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访问期间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彭丽媛 为金正恩委员长和夫人李雪主 举行欢迎宴会 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在会谈中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对金正恩首次访问中国 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对金正恩第一时间 电和他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表示感谢 此次来华访问 时机特殊 意义重大 充分体现了金正恩委员长 和朝党中央 对中朝两党 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方对此高度评价 金正恩表示 近来中国大事戏事不断 去年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十九大 前不久又成功召开全国两会 习近平同志受到全党 全国人民拥戴 成为领导核心 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按照朝中友好传统 他理应来中国 向习近平当面致贺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前进 发生不少重要变化 从情义上和道义上 朝方也应该及时向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当面通报情况 习近平指出 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 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要把中朝传统友谊 不断传承下去 发展得更好 这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 立足于国际地区格局和中朝关系大局做出的战略选择 也是唯一正确选择 不应也不会 因一时一世而变化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 维护好 巩固好 发展好 中朝关系 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一的方针 金正恩表示 此次来访希望同中国同志见面 加强战略沟通 加深传统友谊 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同总书记同志经常见面 并通过互派特使 致亲笔信等方式保持密切沟通 把高层会晤对两党两国关系的引领发展到新水平 双方领导人就国际和朝鲜半岛形势深入交还意见 习近平指出 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化 朝方为此做出了重要努力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在半岛问题上 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中方呼吁各方支持半岛 北南双方改善关系 共同为劝和促谈做出切实努力 中方愿在半岛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同包括朝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努力 共同推动半岛形势走向缓和 金正恩表示 当前朝鲜半岛形势开始向好发展 朝方主动采取了措施缓和紧张局势 提出了和平对话建议 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疑讯 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是朝方始终不变的立场 朝方决心将北南关系 转变为和解合作的关系 举行北南首脑会晤 愿意同美方对话 举行朝美首脑会晤 如果南朝鲜和美国 以善意回应朝方的努力 营造和平稳定的氛围 为实现和平采取 阶段性同步的措施 半岛无核化问题 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在这一进程中 朝方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 共同维护协商 对话市场和半岛和平稳定 金正恩还参观了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 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 他对中国在科技发展和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 表示钦佩 并在参观结束后提词留念 本周二国会三读通过税收法案 将明线测试时间从原来的两年延长到五年 这意味着持有时间 在五年之内的新西兰住宅房产 一旦进行交易 将被征收资本利得税 现有的明线测试规定 除自住房 关系财产房和遗产房外 所有在两年内发生了买入和卖出行为的住房 都需要就收益部分纳税 据悉 被了避免冗长的特别委员会听证 财务部长Nash将明线测试时间 从原来的两年延长到五年 这一改变直接放入了即将通过 国会审批的常务税收法案中 而这一法案在昨晚以63票赞同 57票反对 通过了三读 在三读辩论期间 Nash称原本的两年测试时间 不足以阻止投机者获利 而他认为延长时间有助于抑制房市 国家党财政发言人Adams随后表示 国家党原本支持这一法案 但Nash将延长明线测试时间的内容放入之后 情况发生了改变 他表示用这种秘密的方式将资本利得税 加诸民众身上 国家党无法支持 这种方式甚至剥夺了公众通过选举出来的委员 表达意见的基本权利 交通部的数据显示 2018年截止到3月28日 车祸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0人 相比去年同期多出16人 复活节假期即将到来 相关部门提醒市民 务必注意出行安全 最近新西兰道路事故多发 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假期 交通预计会比平常繁忙不少 相关部门提醒司机一定要小心驾驶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NZ Police NZ Transport Agency和ACC提醒市民 维护道路安全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有道路安全助理专员表示 去年复活节假期 司机不良的驾驶习惯及超速行为 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 最常见的就是司机不考虑路况 酒驾 驾车时分心 及不计安全带 希望司机对自己负责的同时 也要对车上的乘客负责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的度过假期 届时会有交警在路上执勤 纠正司机的不良驾驶行为 防止事故发生 NZ Transport Agency的安全及环境主管表示 节假日期间 交通状况会比平日拥挤 大家最好提前订好出行计划 若是遇上堵车 也要耐心 不希望看到失去耐心的司机 做出不必要的冒险行为 例如危险超车或是车距太近 尤其是更容易受伤的摩托车骑手 一定要关注路况 该专员还表示 即使是各相关部门机构通力合作 维护道路安全 仍然需要每一位道路参与者参与其中 相互照应安全出行 最近一段新西兰女警 用肘部击打抗议者上身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 引来外界的质疑 认为这名警员过度使用武力 对此 惠灵顿警方回应称 这名警察是为了防止抗议者 采取进一步的其他攻击行为 此事发生在3月27日 地点为惠灵顿 据报道 当天一群抗议者 在新西兰石油公司会议期间 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他们堵住了会议举办地 TSB Arona大楼的入口 试图阻止与会者进入 不少警员赶来维持秩序 并当场逮捕了私人 当地媒体拍摄了一段视频显示 一名女警用肘部猛击一名双手 被另外两名警员控制住的 示威者的上身 并且一连击打了五下 由于这段视频很简短 所以无法判断之前和之后 发生了什么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被打男子就是被捕的抗议者之一 但惠灵顿警方称 视频中也显示警员遭到了袭击 霍灵顿警局监察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名警官做出相应的反应 防止受到进一步攻击 虽然视频中清楚地显示出对抗 但不能假定或断定 警察过度使用武力 如果有人因此投诉警方 可以直接向警局反应 或者向独立警察行为管理局反应 昨晚工党政府将 奥克兰地区燃油税征收法案 递交国会 今天下午两点开始 法案开始进行一读 一旦新的燃油税落地 奥克兰油价将每升上涨10森 燃油税是奥克兰市长 2016年竞选时的一大承诺 去年工档上台 让奥克兰收取地区燃油税成为可能 据预计 按照每升汽油10森的标准 奥克兰每年将征收 1.7亿新西兰元的燃油税 这笔税收将用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缓解奥克兰的交通拥堵 根据去年汽车协会的预计 如果每升汽油收取14亿的燃油税 按照此标准 每个机动车驾驶人 每年需缴纳125新西兰元的燃油税 昨天交通部长发表Twitter消息称 已经在昨天早些时候 在国会提交了奥克兰市议会的 地区燃油税征收法案 此法案将在10年内增加15亿新西兰元的税收 将为城市打造一个现代化的交通系统 实现交通零拥堵 交通部长表示 燃油税法案是重要的一步 将帮助奥克兰解决交通领域的挑战 据2015年经合组织报告显示 奥克兰每年因交通拥堵造成的生产力损失 已达到12.5亿新西兰元 此前奥克兰市议会已经对法案进行了民众的意见征集 之后还要提交到国会财政收支特别委员会 再次进行民意征集 最终法案的顺利实施 必须还要得到中央政府的通过 法案预计会在6月份通过 如果顺利通过 奥克兰地区将于7月1日开始征收燃油税 去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 为了解决国内的污染问题 2018年1月起 开始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 在本月23日 与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委员会会议上 美方代表要求中国取消这一禁令 目前美国又有2%的废品在其境内处理 剩下1%则出口到全球150个国家 其中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废品出口地 占了大约40%的份额 因此中国的洋垃圾进口禁令 让美国垃圾出口商措手不及 美国西韩的许多州 今年1月开始就面临着废品堆积的问题 俄勒冈州一个废品回收商 今年1月底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 从年初开始 他的存货已经失控 美国废品回收协会高级主管 阿迪纳阿德勒 今年1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 中国此次颁布的标准是空前的 要在半年的时间内适应这个变化 对于美国的企业而言 几乎不可能达到 世界上大部分再生资源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 进口再生废弃物的国家 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其中中国的进口位列全球第一 是世界上最大的废弃物进口国 2016年中国处理了全球至少一半的 废金属、废塑料和废纸张 其中大部分来自欧洲、美国、日本 中国香港、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3月26日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 在记者会上对上周美方的所谓关切做出回应 她说 禁制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制度管理改革 使中国政府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的一大重要举措 这也是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 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华春莹还强调 希望美方根据巴塞尔公约的精神 立足于自己减量和处理消化自己产生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 为世界更多承担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滑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互动微信号 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继续关注 我这不从说了这多少吗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滑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TV33 观众互动微信号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继续关注 这是汉莉莎的印象 最棒的玻璃 你知道但是汉莎的始球 从长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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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除了 padarou appreciative Kitty 在科辇老 olam零大型 我们我们把荆莎的期太 这项目保证了我们的脂肪产品的脂肪 每个药区都能够有一个最高的颜色的脂肪 和其他确实的防护肤 它是一个美好的自然保护系统 和你和你的家的健康的选择 非常有力的选择 在你和你的家的健康上建设计划 三重优惠就在REZIN GTG土方工厂明宅土方业的领行军 采用国际先进设备速度快效率高 提供明宅商业开地场地清理 土方搬越挖坑钻斗 石子挥田旧房开除 为您解决土的烦恼 奥克兰土方内加强 GTG土方来帮忙 欢迎致电092162888 做房地产中介已经五年了 从默默无闻 到年续成为分行第一 全国前25名 我的秘诀只有一个 就是用心 秉承初心 我是温郭 您用房 我用心